粉專弄了5個月 粉絲人數只有6000多 然後這一天 按那個重新整理 都沒有人傳訊息來 如果有七位數的 如果有七位數說跟你買 你要努力一點 沒有 我的意思說 你就賣了 沒有 應該要截圖 王浩宇那個有七位數的巡價 這件事情要截圖 應該截圖公布 我給大家看這個去年 這去年10月的報紙 為什麼要用全版給大家看 因為那一天 前一天好像是普悠瑪的不幸 可是另外三大報 都是整版的普悠瑪 只有自由時報 一定要放一個 調查局長講的 有中資的精源 特定候選人 一定要放這一條 這個是內業 在當天內業的專訪 加強勤收 阻境外勢力 主導大選10月的時候 還沒選舉 我想請問調查局 那案子呢 現在幾月 現在幾月 4月了 你在幹嘛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有 以民進黨的個性 早就敲頭打鼓了 抓到了 這是我們的國安局的副局長 也是一樣 這是11月 投票前 中國介入選戰輿論問號 國安局無需懷疑 那案子呢 案子呢 我不是你在立法院講完 我第二天就問你 已經隔了快半年了 你在幹嘛 賣假 國安局跟調局都賣假 你們是在幫民進黨服務 如果有 當時分了四個他志案到地檢署 不同地檢署 四個案子 你告訴我四個案子在哪裡 都不成案 早就簽結了 如果不簽結 如同我講的 他早就敲頭打鼓 這是馬政府的壞習慣 馬政府當年執政不利 所以2014 2016 輸得非常慘 執政不利怪媒體 馬政府的壞習慣 現在換蔡政府也是執政不利 2018輸這麼慘 一樣也是怪媒體 這個昨天蔡總統說 4月7號是我們國定的言論自由日 其實非常的諷刺 你看黨政軍有沒有推出媒體 余天還在華市當主持人 黨政軍有沒有推出媒體 簡直莫名其妙 黨政軍有沒有推出校園 準政治職業學生 這個是賴岳謙教授 在《中國時報》專訪講的 準政治職業學生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民進黨在校園裡面 安排這麼多人 所以你看那個前幾天 不是要挺小英嗎 也都是各學校的 準政治職業學生 我有加個問號 出來說要挺小英 NCC主委不想幹的不如歸去 媒體被威脅 我不換照給你 這個叫做言論自由日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的諷刺 主持人 我的結論 一句話就好 包括蔡總統 你執政這麼爛 根本不需要用假新聞 你明年就被政黨輪替了 根本不用用 你做得不好 幹嘛用假新聞修理你 我照正常新聞走 我都不要加要天處 你2020 你自然就政黨輪替了 4月1號 在可能也是碰巧了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對 4月1號開始有大量的人講說 管管你好還不要賣粉磚 到現在我們就是周末的這個 增加的周末版的聖後龍 也討論過了 我跟觀眾朋友講 今天最近的紀錄 剛剛秀琳姐所講到的是 林國鎮所屬的這個南農中心 他說他要提告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有這個已經完成交易 我們先講幾個點 剛剛洪威姐有講 第一個 有人要買粉磚這個事情 被傳出來了 可是是不是真的 目前還沒有辦法有相關的單位 確定告訴你 你說有 有交易紀錄 我給大家看交易紀錄 國泰世華銀行的ATM的轉帳表裡面 他的這個交易的類別是IC轉帳 然後他的這個帳號 是在南農中心的一個帳號 不是南農中心出來買這個帳號 大家懂我意思嗎 是他擁有南農中心的轉帳帳號 他把後面的序號給弄掉了 可是觀眾朋友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南農中心現在已經出來跟大家講 他要告 就是說他絕對這個事情跟他們都無關 使用南農中心去轉帳的人 並不是南農中心 所以有沒有人去買帳號 匯人的錢不要直接扯到韓國瑜 跟王金平身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給大家看是這個 我剛剛所講的圖 是從王振傑這位網友 他所貼出來的 這是他的圖庫 所以我為什麼要給大家看圖庫 因為南農中心是在這一張 很多人都引用了 他使用南農中心的轉帳 所以連結到了韓國瑜跟王金平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張 觀眾朋友 另外一張是合作金庫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透過南農中心 可是你為什麼就要照著南農中心 然後就講說 網路上TPT有個文章講說 應該跟韓國瑜 與王金平有關 觀眾朋友看到了 你可能第一次看到 合作金庫也是其中一個 序號的銀行的一個 轉帳的金流的一個代碼 他只要路過這家銀行 沒有 他有兩個 就是這個王振傑 他在領域上貼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兩個圖 可是所有的網友在評議 他就只告訴你南農 然後就指向了林國正 指向了王金平 指向了韓國瑜 不是嗎 到現在為止 維漢 你又要幫大陸王軍在講話 沒有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刑事局有徵求 對 他電視警察能力 比我跟輝文哥都強 把這些轉帳的人 PO文的人 安安 你好 管管 把他請來說明一下 到底是誰叫你去買 你花這個錢 你轉帳了沒有 你是語言講 把他告訴社會大眾 不都清清楚楚嗎 不要把他流於這樣子的謠言當中 我只給大家看的就是兩件事情 不要只有講南農中心 也有合作金庫 就這麼簡單